譬如說我自己 最近也有承辦過一個案子 他的詐騙手法也是 跟我們以前看到的 傳統不太一樣 我們今天如果說現在的人 這幾年來詐騙案多了 然後媒體報導多了 然後或許檢察機關宣導多了 如果說今天詐騙集團來找到我 他要我從口袋掏出錢來 一般人會講 我不能說全部 但百分之八十人他會被教育到 你要我先掏錢出來 我就會懷疑 我就會猶豫 我遇到這個詐騙案 他是你不用掏錢 你懂我意思嗎 他是這個故事真的是 這個詐騙手法真的是抓準人性 他不讓你掏錢出來 你就比較 他是一個單親媽媽 帶著一個那個什麼 那個智能雌環的小孩 那單親媽媽呢 他當然他生活是很困苦 他也沒什麼工作收入 就在這個臉書Facebook上面 結識了一個主動家好友 一個外國人 一個外國人 那一個外國人呢 在這個一個月的期間內呢 就是密集的攀談 虛寒問暖 也是用柔情攻勢 那那個當然那個外國人 他就自稱說 他是美國的醫生 那現在被軍隊派駐到阿富汗 去支援某個任務 所以他在阿富汗呢 他沒辦法去做一些資金的操控 他也在那邊他也缺錢 那邊也管制外匯 什麼等等原因 是 然後再跟這個單親媽媽呢 就是單親媽媽 心房比較鬆懈以後就加LINE 就加LINE 就加LINE以後 對方就是以老婆來稱呼她 所以說這個手法大概都是 先讓對方動情啦 是 先讓這個被害人動了情之後 又會有警戒心 警戒心會稍微退 但是不會全部退 警戒心還是有 但是會稍微退 因為甜言蜜語 因為甜言蜜語之後呢 他在跟這個單親媽媽 就是他覺得司機成熟了 他就跟單親媽媽說 他在阿富汗 他沒辦法去做一些外匯操作 他缺錢使用 他還有一個女兒 他也離婚了等等 所以說他希望他要投資比特幣 他要投資比特幣 但是阿富汗那邊 他沒辦法做線上投資 要請他幫忙 要請這個老婆幫忙 然後請老婆幫忙 怎麼幫忙呢 就是說這個被害人 他用他在台灣的銀行的帳戶 他用台灣銀行帳戶 他這個阿富汗的這個假的醫生 他會請他在台灣的外籍友人 把錢存到他的戶頭 存到他的戶頭以後 我這個被害人再去戶頭 把錢把現金領出來以後 那個去交給他的朋友 來操作比特幣 因為這被害人 他也不懂怎麼操作 所以說你看這樣一個過程當中 來看的話 這個被害人他沒有出錢啊 我只是說 帳戶把錢打進來 確實打進來 打進來100萬 200萬 打進來囉 他要承擔風險 像聚寶盆一樣錢變多 可是他打進來 我被害人帳戶 我把錢吞了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 這個詐騙機器來說 如果我把錢吞了 你詐騙機器人 你也拿我沒准 他要承擔這個風險 對 可是這個 可是乖乖人 被害人乖乖的就把錢頂出來 給他這個所謂阿富汗軍醫的 在台灣的外國人 在台灣的友人 台灣友人還真的是一個老外 還真的是一個老外 出來跟他把錢交給他 面交 出來把錢交給他 他就變車手是不是 這個被害人結果他又被移送 因為其他被害人的錢 是匯到他的戶頭 其他被害人出來提告警察 就查他戶頭 對 他就變成說 你提供帳戶給詐騙機器人 洗錢 天啊 詐騎 所以這個單親媽媽 他也變成被告 好慘喔 所以說 詐騙案很多被害人 會錢的是被害人 但是很多帳戶 或者是手機被利用的 他變成被告 在某些程度上來上 有大部分也是被害的 對 但是這個手法 是跟大家提醒一下 今天如果說 你認為說 對方都沒有要你掏錢出來 對方反而把錢匯給你 還是不行喔 還是不行喔 因為這種案例下的話 你的警戒心鬆了 因為你沒有花錢 對 對方還真的把錢打進來 你就相信 我覺得尤其是 涉事衛生的新鮮人啊 他們覺得說 我只是提 我只是幫你買 對 我只是幫你買比特幣 幫你交給別人買 你看看這樣 他也被判刑 被判多久 後來他被判 這個單親媽媽 後來是法院 也是同情他 然後但是 然後我也協助這個單親媽媽說 他跟這些台灣的被害人 能夠達成和解 就是去籌錢去借錢 還給這些 來補償這些人 真的被害人 所以這個單親媽媽 我平常聽講 他真的是人才兩次 哇 我遇過是那種新鮮人 他是去求職 把帳戶交給對方 然後結果薪水沒有匯進來 結果帳戶變成 是被拿去做這個 前出的工具 所以這新鮮人 這個求職者他也變被告 對 然後像這種求職者 或者是提供帳戶 來做一些 做一些求職 做一些貸款的 這些人後來都被轉為被告 定罪率 經過司法改革委員會調查 定罪率是98% 哇 很高耶 所以這些人同時 都是人才兩次 所以無知也會被定罪 也會被利用之後 然後變成被判刑 所以這個定罪率 都是高達98% 就知道說 確實是有一些討論的空間 我還遇過一個法官講說 他判刑 就算你是 我知道你是新鮮 我還是要判刑 誰叫你不看新聞 這新聞都要在宣導 對 法官的理由就是經驗法則 他說新聞每天都在報詐騙案了 都帳戶不能亂給什麼什麼 你還是被騙 代表說你有不確定的故意 這個法律概念是變成這樣子 如果是騙台灣人 他機房一定設在境外 如果是騙大陸人 機房一定設台灣 因為他機房不可能設在 你的犯罪地點 只有車手是在本地 所以到最後警察都抓到車手 所以求償也都是跟車手求償 你在境外的機房的人 或主謀都還是沒有抓到 除非是共同打擊犯罪 國外也幫忙打擊犯罪 然後串連在一起 不然台灣這邊都抓到車手 那你要跟車手求償嗎 車手都是年輕人 也沒多少錢 你怎麼跟他求償幾百萬 我就遇過真的是被害人這邊 他一看都是未成年 我不管我就一樣告民事 結果呢 就逼得他的爸媽媽要出來賠錢 可是你告民事 真的拿回來了 對 但是他媽媽 他有父爸爸啊 那我拍拍手 但是你有的人沒有父爸爸 父媽媽 你拿到的民事的最後裁判 你也執行不到財產 那變成說他以後 只要是工作有收入 或者是有戶頭的錢 就會被扣走 被法院扣走 被被害人 這種東西變成是一個遙遙無奇的 它不可能現實上就滿足你 所以我剛剛要講的意思是說 前面第一線到第三線都在國外 我們只能抓到第四線 我們的國內檢調 對在國外就沒辦法了嗎 那有錢人都把資金藏在海外呢 沒有 因為機房他們就是會收在國外 轉接 因為幕後的人 那個幕後金主 他也不希望在台灣被抄 那分錢都在國外分嘛 所以除非有國與國之間的互助合作 像之前不是有 就會過去把人犯潛中了 像之前不是在東非有抓到機房嗎 很多台灣人嘛 那那個時候就引發了 你要引渡到中共 還是引渡回台灣 搶人啊 又有政治上的問題 對 因為中共那邊判比較重啊 死刑啊 來台灣就輕判了 所以很多人就支持說 送去那邊 送去那邊 不要回來 給中共判 是 上次也發生這樣的問題 管轄權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這些被害人真的遇上 這個事情真的是 你說年輕人遇到他還有本錢 還趕快賺錢翻身 但是如果金額太大 有可能會變成 壓垮的最後一根稻草 很多 請問問一下 問一下 這個事情是否應該是否 能夠 有限了 是否有限了